好 這期嚴重疏失 也讓其他有進行器官移植的醫院 開始有所警覺 有部分醫院在經過了檢討之後 立刻修正院內的作業流程 就怕錯誤再度發生 所以繼續我們就來看看 亞東醫院跟振興醫院 他們是怎麼樣做好 手術前的最後把關 就在台大醫院爆發艾滋器官物質事件之後 身為亞東醫院院長 同時也是國內心臟外科權威之一的醫師 朱樹勳 立刻檢討院內器官移植作業流程 還要求指導醫師要做手術前最後確認 他認為其實檢驗艾滋並不困難 但這次在傳遞訊息上出錯 如果把全部責任歸咎給遲到醫師 並不公平 過程的送情報過來 送武器過來 這個情報錯誤 武器錯誤 然後因為他這樣打得不漂亮 或失敗 你來怪這個人 這不對的 同樣也是心臟移植著名的振興醫院 每年大約有15名病患做喚心手術 而為了確保捐贈者的器官沒有傳染病 除了例行檢驗之外 都會要求醫護人員 雙重確認之後再動刀 其實在醫院的所謂的口頭確認的話 最好是要附送 就是你講給我聽 我講給你聽 那這樣子來減少這個 彼此有什麼出錯的問題 醫界認為衛生署應全面檢討 器官券目網路OPO 除了現行標準作業流程之外 如果再多一道關卡 開放器官移植醫院 在移植前可以透過捐贈者姓名 身分證字號 查詢是否為主管機關已知或列管的 艾滋病感染者 這樣才可更有效 避免類似錯誤在發生 記者 賴索米丘夫財 台北報導 tra其次努力 馬上 肯服務 實施 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